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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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馬和攝影都一樣 屬於很專業的活動 這次大會 特地請一位專業攝影師 為我們做評判 幫助參賽者提供一些改善的建議 他是哪一位呢 他是著名攝影師, 阿永康 阿永, 這次比賽的題目就是投賽 投賽在你的腦海裡 你的演繹是甚麼意思 其實在這件事 如果叫投賽 當然是贏了, 贏了 是很重要的 在這件事裡 我覺得可以再整闊一點 就是之前準備好去勝出 或者贏了之後 他們的心情 或者… 當然中間的過程 也是一個創作的 一個好的元素 可以在裡面開玩 阿毛和阿漢 相片有技術 還有構思的概念 你平準的標準是怎樣的 其實我評選比較寬 我也不會說一件事 你達到那件事 我就會覺得比他高分 我也會給大家一個空間去想 譬如說 你可能捕捉到那個時候 我覺得很棒 或者是覺得你找到一個想法 你找到一個表演的方法 很特別 我又會覺得有趣 或者你處理得很好 整件事 我也會用那種準則 我覺得很多種方法 我會去衡量那些東西 當然, 你一看下去 我會覺得整件事很完整 第一個印象是會很好 拍馬 或拍拍的菜馬 其實應該注意甚麼地方 技術在哪裡 其實拍馬的動態 對我來說挺講究 因為他的動作是… 可以拍得漂亮和不漂亮 因為他每次跑 但他的腳步的動態 對我來說是一個形狀 有時候我看之前有些東西 就拍到它縮起來 我覺得沒那麼漂亮 我覺得拍攝馬的形狀 也要講究一下 留意下一個步 動作是甚麼 你才開始準備拍 但那隻馬 我當跑的很快的馬 我當拍它衝刺 那隻馬很快 是否一部很高速 很厲害的相機師 這樣拍攝 還是有甚麼方法能夠掌握 還是要拍得多一張照片 我覺得拍得多是一個方法 可能被你撞彩, 撞到一個 有些我看之前的參賽者 他們有些甚至從萬塊門 弄到它的速度感 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當然我覺得有些 捉到形態很漂亮 它是很準確的, 有一部份 對我來說兩樣都可以 只要你想表現的是甚麼 對 Wing, 這就是部份參賽者的作品 有哪幾張你覺得可以給予更多意見 我覺得譬如說這一張 我覺得它用一個慢的快門 去表現出速度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其實它反而會有一個焦點 在馬和騎士上 我覺得它會令到這裡 偏向了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當然技巧上會比較難一點 對, 譬如這張 我覺得它用一個彎稿的方法 表現到它整個場 即是表演的人的觀眾 以及表演的東西 我覺得用彎稿有種熱鬧的方法 譬如這張 它用了一個長鏡 捕捉一些人的反應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照片 而且它有一個焦點 有一個層次 所以我覺得層次也挺重要 譬如有些東西很容易會… 可能主體也很好 但因為它的層次差一點 畫面上就覺得很花 當然照顧一下背景會比較好 會否更好一點 除非它的背景很漂亮 我覺得這裡很少花 這張我覺得好像平日生活照 你可否說一下這張 我覺得… 很多人都會拍到這張作品 對 我自己也有很多張 我覺得很有趣 但… 多開心 反而我覺得這個主題沒有太壞 我覺得要多留意這個剪刀 譬如這兩個人 是否需要在畫面裡面 是否可以剪刀 是否鏡頭可以再令它 將焦點 除非這裡變成蒙 即是用長鏡鏡 像這個效果一樣 我覺得這個太花了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沒甚麼壞 挺有趣的 這裡有15張作品 只是部分參賽作品 你覺得這次的作品和去年比 是否進步了很多 有, 比上兩季 其實大家開始捕捉得準確一點 還有事物更有趣 譬如這張 他們可以捕捉到表情 我覺得很開心 很真實的一刻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進步的方法 我覺得整體也很好 由於天氣沒那麼好 但我覺得再加上後期 可以控制到這件事 我覺得整體也有進步 賽馬攝影是一個很吸引的活動 你也想試試看 但又擔心你掌握到攝影的竅門 不要緊 下一包回來 我會請來幾位朋友 包括有攝影的發燒友 喜歡攝記 喜歡攝影師 跟大家說說應該怎樣拍馬